你推断股神沽货的机会是否很大 还有你猜究竟会像Napsbus那样 会逐少逐少在市场卖 还是找一个大的投资者去一次过 虽然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折扬 但起码就接了首货 我想回答是否沽九成九也是 你觉得九成九 Mendy 你说的 难道拿出来晒鲜鱼吗 有空吗 突然放在自己的户口里 突然拿出来很多行政要做的 还有股神自己都知道 我能做这个动作 你一定会认判股价会有大变化 他一定是有办法 特地搞出股价怒测下 真的是低级吗 我想一定不会 有很大机会沽了 究竟是否在街上沽还是找人接 我想应该是找人接的 你在街上慢慢满 其实更大祸 其实700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Napsbus那些不找人接 在街上慢慢沽 那你的价格就不斷扔不起 而且股票是怎样沽 你怎样逐少逐少沽 我想很大机会都是找人接 而且你看成本价100元 就算现在扔下来再折扔 股神都是赢大获的时候 我觉得一定是找人接居多 也都令到那个叫做 不明朗因素减到最低 当然你说 谁接到这么大的货 我想应该不会一个人接的 批给一些基金 看谁去 说真的你说 现在扔下来270元的位置 我再给一个折扣 可能去到260、250元的位置 比起比亚迪当日上到33多的时候 其实你又真是吸引的 可能你说 为什么谁会接货 股神的货都接 你这些市场的东西 就是家家有求 有卖就有卖 所以我觉得 你说便宜一点的话 总会有人接货 是 你觉得配售的机会比较大 起码大家的感觉是好一点的 我觉得因为那个不明朗因素 始终就少一点 你逐少在市场上卖 好像零次 我觉得是 你又不知什么时候 你觉得对 对啊 就是700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零次 我打人沽一点 打人沽一点 你又不知是否在沽 因为这些权益披露 可能要过某个百分点 你才能看到的 你又不停沽 搞不定的 当然坊间有另一个很另类的说法 始终你seekers调初 不一定要沽的 你可能说 你押股 或者借货给人沽空 你懂很多这些说法 但我觉得这些机会 就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 你说真的 是不是要找到股神的货 来借沽空呢 你真的看得很淡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比较迪的股价也是死的 还有股神 是不是会特意拿出来 给你借来沽呢 就是赚了那些息呢 我觉得机会真是微一点 好啊 你刚才也说到 都是配售的机会大了 之前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 大家看好比较迪 因为股神其实持有了这么多年 大家都已经放在心底了 不会经常拿出来说的 如果一个投资者 真是看好电动车前景 这一段时间看到跌又很心动的 你觉得什么水平 真的买回 又可以考虑一下 我觉得 如果你真是以比亚迪来计算 不要太心急买了 因为你始终这件事 都还没办法 你还没确定 究竟这件事是怎样的 我想要弹上的力度 都比较低 没什么不够力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买 你真的要等股神 股神肯定了 沽货 几钱沽 我想那时候才去做 我想整件事明朗化了 就是经常都说 坏消息就应该入货了 整件事 走完了 我觉得那时候去入场 应该那个直博率就会比较高 at least 我知道什么位置沽 你有个Benchmark 去看 接了股神那帮人的价钱是这么多的时候 那我就看着那个位置 反过来说 如果穿了配售价的话 接货那帮全部都下了 你就知道 可能价格也会一样的 我觉得多了Benchmark 去做 如果你说长线的 短线你喜欢怎样炒都可以了 因为已经够了波幅了 是 就知道有朋友 call又买 put又买 不停地炒价 我觉得炒就没所谓的 是 但你说中长线去买的话 我觉得你不如等整件事 结束了才搞 有朋友 立刻在checkroom问 没有说名的 比亚迪300元留上买的 现在你建议他止蚀 还是先拿着呢 我就觉得应该要止蚀 suppose 他昨天止蚀了 我不知道你 你没理由长蚀 300元留上的比亚迪 一定是短炒的 你短炒 说真的 不要说什么了 不是昨天要走 其实是前天那一刻 应该要走 穿下来那一刻 图形态也比较差 好了 来到这些位置 你看没机会弹高 不过我想现在弹高也很难 昨天已经弹高了 280多 我只能这么说 我希望你不会是第一次买比亚迪 我之前赢过的 我在其他平台也说过 说真的你炒比亚迪不会输 别人上市新高 你怎样炒也一定赢过钱 我觉得 那变了你这一转 给他一些 他就先走了 因为你始终 如果你说 股神要再 discount 去批的时候 其实高价有机会再赢了 反过来你是不是可以 偷到那些位置去买呢 第二件事 如果你真的登到这样 真的第一次买比亚迪 三百多元 然后要这样去 给股神 搞定了 那你 没办法 帝输 应命 都是要走的 我觉得 也未必能上不回 但可能你要等待的时间 真的会比较长 我觉得是有时间的 我想有点想法 不要以为是以前的比亚迪 我觉得 你现在这样沽了下来 我们解释了是沽了 你变成了 到底股值 会不会像以前那样厉害呢 还有 也是那句 原本由一个股神去持续 变成了很多 N那么多基金持续持续持续 其实那个货源是散了的 那散了之下 其实又会难炒一些上去 我想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要想的 要关注的地方